兄弟们,干饭的时间又到了 这个是昨天没有吃完的萝卜炖肉 我们中午简单吃一点,热一下 加一点点水吧 这一点估计不够我吃 我们再放点腐竹 就这样吃 简单方便 现在老表的鸡差不多卖光了 现在很少来接生院了 搞得维哥好无聊 这样一加工不是也挺香的吧 简单,而且更加烂 感觉依旧很香 还在滋滋爆 开吃,兄弟们哈 这个味道真的不错 这样再炖一下,更加辣了 味道更加濃 吃,转午休,下午喂甲鱼 吃饱了,喝足了,午休一下,醒来再喂甲鱼 安逸 哎呀 好了兄弟们,喂甲鱼的时间到了 两天没喂甲鱼了 前两天都是暴雨哈 然后没喂,停了两天 今天我们开始喂 牛肺 牛肺 牛肥 鱼肝 魚肝 向我一跳 牛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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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有几斤炸蟹,大炸蟹 粉丝朋友送过来的 本来没死的话,给兄弟们 一直分一点,尝尝鲜 结果大部分都死了 好像听我解说,就活了十佳这只 这些,这些 这不有三到四斤左右 可惜了,可惜了 我们碎了,为钾鱼补补钙 这个钾鱼啥在于,吃咋些 我们都没得吃 像我们想吃这种东西 除非去现成买,很少吃的 碎了,汤臭 蟹黄出来了 吃好了,搅拌搅拌 可以找勺子来,快去,有钾鱼了 勺子来,去,找勺子 勺子,勺子 勺子呢 其实我也不在哪里 勺子呢 勺子呢 找找 勺子 这个是碗 勺子呢 勺子呢 勺子 勺子 找到了 找到了 在这里 对 这个叫勺子 我们喂甲鱼的勺子 知道吗 分清楚了 乖 这样棒 喂甲鱼 走 喂甲鱼 他自己会拿 拿习惯的 怎么感觉要下雨了 一样 赶紧跑 快 来 来 这个甲鱼一天吃这么好 不知道长了没 哈 咱天是长了哈 不知道长多少 好了 甲鱼喂完了 等下就有一片脚一会来吃 不用管它哈 上班 看下山了 兄弟们 夜调 空军司令 又要出洞了 呜 韩